他在这个地方受教育成长 当年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他离乡背景 四处游学 务求做个有用的人 随着年岁渐长 为家乡做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就这样 他离开了服务二十多年的大学 走上一条充满挑战的征途 这是一个学者从政以后有感而发的文字 我在居栏中央医院出事 并在这地方先后读过四所中学 读中同考后 原本就应离开 到台湾的学生签证都做好了 最后 说走又不走 等到高级教育文凭成绩放榜后 我却到了吉隆坡 闯荡的日子里 我游历了很多地方 在吉隆坡 在伦敦 在东京 在厦门 估计的时候 我内心深处 就会想到 那一个孕育我的小城 有时 想到的是 穿过市中心的火车 南下或北上 留下了身向远方的铁轨 有时候是 以后朦胧的山景 我们在车上 无意中 就为了这样的景观 感到苍茫和孤寂 有时候 想到在巴士车站 等车时的无聊 天气非常炎热 有人用巨栏华语沟通 那是没有扬声 和去声的独特语言 内容如何 我没有注意 我沉思冥想 刚在书本上 读过的句子 少年光景 永远挥之不去 一些经历 尽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1984年 我乘朋友的顺风车 从居栏到马大 从此 就一直 引勇于书海 在读书 教书 和彼根的岁月里 我几乎断定自己 将在中文系终老 从来没有想到 绕了一个大圈子 最后回来居然 人生机遇 有难以言喻的转折 2008年3月8日 我正式报道 小城生活朴书 基浅相闻 邻里和睦 一亿都回到眼前 旧有的文化记忆 我魂牵梦挂的 锁锁碎碎 和殷勤圆缺 突然如此接近 24年后 回来小城的我 不再是一个 漫不经心的中学生 我需要分析鸡鸾 并且改善它 小城看起来天真 但也充满了欲望 小城的成长 成了我的工作指标 它的好患 是我的责任 初始 因为对新工作的陌生 让我觉得 崎岖难行 不免急躁 刚解决一些名声问题 却有更多的问题 迎面而来 让我焦虑不已 但当我适应了 新的工作之后 凝蒂了未来策略 我即如过河柱子 继续向前 不再计较苦乐 不再怀疑自己的能力 四年多来 我用三语演讲 我走过大街小巷 深切了解 什么是常态 知道什么是当务之急 体会如何 将有限资源 善用的心情 小城永远年轻 我却两兵斑白 小城有许多节目 我领导他们 也被他们领导 我影响他们 也被他们影响 我和年轻人 办活动 我和中年人 办活动 我由心底 觉得高兴 内在经常 有一种和谐 及 严满的感觉 我从不隐瞒 自己的文人心情 直到 小许的惊喜 就会让我感动 我的家里 摆了两幅画 一幅是 高炳毅老师的足图 另一幅则是 年轻画家 黄树慧的 鸡栏接近 夜里偶然有时间 我一边听音乐 一边喝着热豆浆 家人都睡了 我在两幅画的 陪伴下 感受到 气血重振 也不完全错误 奔波的生活 固然将我 有规律的习作生涯 颠覆 但我却有机会 截起一个 完全讲究实践的 入世哲学 我估计自己 已经回到 本来应该保有的 安详的面貌 我告诉 吉隆坡的朋友说 小成有 四百多间咖啡店 那是怎样的 一种悠闲气氛 他们追问原因 我说 来看看吧 小成我熟悉得不得了 但我极不愿意 三言两语 说居然 怕说不好 怕断章起义 怕将我热爱的小成说坏 这里的记忆 人和事 我确定自己 有能力写成一本书 我说 来看看吧 一般我的朋友 是下午抵达 我先陪他们喝杯咖啡 让他们体会聊天文化 然后带他们去酒店休息 过后我们去登山 如果刚好下了一场小雨 空气倾斜无比 我边走边和上山 或下山的人打招呼 老树成林 清风拂过 看到松鼠和猴子跳动 听下牺牲 不知不觉 就到半山了 居然是一个小城市 但是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叙述完的城市 梅瑶辰宋白贤与永苏医运和公仪提到 玉兔精神连已久 金软人物是无双 唐朝时学士怨号金软 软展现了非常优雅的文化氛围 和国中的愿望是将居然变成一个文化城市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不踏实的空中楼阁 他和很多居然人 默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